字幕 李宗盛 快來快來快來 嗨 大家好 在這也是桃園機場 半夜12點24分 今天要搭一個 應該 也是今天的啦 一個那個 五點多那種風險班機 所以現在要來這邊 等一下三點 要check in 現在剛才繞了一圈 那個美食街的 那些桌 桌椅啊 大概都已經被睡滿了 所以我們還沒找到 可以大概這三個小時的地方 現在在大客運的那個 後車區這邊 因為這裡才有便利商店 在這邊先吃個晚上 謝謝 我們現在回到美食街這裡 現在大部分都睡滿了 不過我們還是找到一個 這種四人桌的 而且它是有一邊靠牆的 個人小包廂 等一下大概兩點半 所以我要起來 現在還有大概兩個小時 應該 如果能馬上睡著的話 就可以再睡一下啦 不然就是忍到五點 然後在飛機上再睡 因為這樣子搭飛機 大概也要三個小時多 所以我剛才在那個美食街 幾乎沒有睡 因為那裡有一個拉麵店 它好像是二十小時裡面 所以其實就算到了一兩點 還是用盾在那邊吃拉麵 那有些人就是拉麵不吃 好好吃 還在那邊聊天 所以其實 也還是蠻吵的 那現在已經做完 現在給你們託運了 現在在登機口前面 這裡有四個躺椅 現在我已經佔領了一個 大概等半個小時之後登機吧 好趕快睡一下喔 我大概已經二十二個小時 沒有合上眼了吧 終於要登機了 現在時間是四點半 連上一次搭的 這種模樣航班啊 它delay八個小時 所以最後是十二點才上飛機 剛剛真的好累喔 所以我剛才上去 他剛才睡到一波 直接睡到大阪 好我要直接睡到大阪 睡到大阪 好 到大阪 這邊只坐了兩半小時 不然 聯航那個位置還真的是會咬人命 先去 清早廁所 好啦 那我們已經完成了入境的所有檢查啦 關西國際機場這裡他的入境檢查有點不太一樣 是他的指紋跟照片的採樣啊 他是在那個入境檢查之前 他會先一個獨立出來的 所以後來只要把護照跟入境表格 給那個檢察官就好了 看我們一開始還猶豫了一下 是不是一開始那個 採樣的地方就要先填好那個入境表 好那現在我們要先去買船票 因為我們要直接從機場這裡坐船到神戶機場 我們今天要搭這個啦 直接從關西機場 然後到神戶機場那邊 然後從神戶機場轉車 從機場轉電車到這個動物王國 他這樣是單程五百塊 如果我們現在半個小時直接買完 我們還可以搭9點50的這一個 看起來應該來得及搭9點50的那一班呢 所以要往回走 要往回到出海關然後右轉 算是右轉到底啦 往那個高速船的那個碼頭的那個巴士啊 他在最右邊其實還蠻好找的 就最右邊而已 風有點大 也是海邊吧 裡面就是內陸一點 就不會那麼冷了 放棄了 我們現在到了神戶機場這邊的那個快速船的港口 他現在要到神戶機場去搭電車 就一堆人走到那個什麼街坡大廳裡面 然後中間這裡停了一台 他寫巡迴巴士 可能就是在 機場跟這個 港口這邊 我們要買這個啦 神戶動物王國的 就是 SETO券 在這個 車站 販賣中 他包含了動物王國的 就是 入園門票 還有這個 HOTOLINER的 來回的乘車券 這個就是這個動物王國的套票 從 這個神戶機場 搭電車這個車站 跟那個 帳戶人員買就好了 他裡面包含了一張這個動物王國的門票 大人的是1800 然後還有兩張這個車票 這車票一張是從 他是沒有寫 他沒有 他其實他沒有寫 他沒有寫哪一站 哪一站到哪一站 不過實際上就是一個是從機場這邊搭到 動物王國那一站 那個叫金什麼什麼的 然後另外一張可以用來從那個金什麼什麼什麼搭到三宮 看起來是沒有特別限制哪一張是搭哪一個路段的就是都可以用 比較簡單明瞭 好那我們出發 從機場這邊搭一站到那個 K-Computa K-Computa Mai 那個就是 陳烏東王國的那一站 那我們結束之後呢 可以直接再從那個 K-Computa Mai搭到那個 山宮 然後再從山宮轉車回大阪 一出站下來就看到動物王國的這個入口啦 他的他的大人當日卷也是11800 所以其實我們買那個套票就是省車票而已 他入口進來右邊這裡就有一排置物櫃 從大中小都有 我們這個是29吋的嘛 基本上高度是夠可是寬度不太夠 所以29吋以下的應該都可以放的進去 可是聽說櫃台可以寄放啦 他會那個 那邊 有很多 但怎麼是 好 好那這次呢 我現在已經到了無助的地方了 這次我選的是那種在booking.com上面找的那種 看起來像背包客禮店的地方啦 這間以它的狀況來說我覺得還算乾淨 看過二樓了不是我現在做三樓二樓一樣就是上來就是洗手台 可是有一點小地方不太一樣就是衛浴的那個方式不太一樣 而且二樓好像是巴人同步 這裡好像是兩間四人的 這個廁所 日本就是喜歡把廁所獨立一間就是有綜藝麻辣筒的這一道 浴室在房間裡面 這間是浴室 然後這一間是四個人的 四個人一間 然後我就選一選的一個 現在其他人應該是有禮室的 現在還沒人來我就選一下 比較方便一點 雖然可能會被人家送掉了 我只好不過只好不可以不用在那邊跑 我沒住過這種背包客旅館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說行李就這樣子放在這裡 可能就是 這是一個 要求大家自律的一個環境吧 希望就是不會有人把他拿走 這個櫃子應該是拿來鎖動自己的東西的 可是我不知道鑰匙 是不是要跟他要 因為已經有一個鎖住人了 這個感覺就是有鑰住人的感覺就是他鎖的 所以 可能要跟他要一下那個鑰匙 他 他可以在裡面鎖一些可能 貴重的物品吧 只是我基本上貴重物品來 我喜歡自己帶的一種 不要開玩家 不用擔心 我聽到大家聽說 我烏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